那我們買到了可頌的生麵糰 放這邊就好香喔 好 我要壓囉 觀眾朋友 時間到了 好期待喔 喔 跑到上面就可以了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耶 喔 好脆喔 下面可能再撒一點你喜歡的蜂糖 或者是蜂蜜 然後一些巧克力 變成一個餅乾 大自來囉 下囉 哇 很香耶 一 二 三 好好看喔 真的很強耶 好好吃喔 林下的蝦味爆炸 比花枝好吃一萬倍 我們這壓得很緊 殼真的變成那種酥酥脆脆可以吃的殼耶 頭好好吃喔 超級蝦的耶 真的有鮮貝的感覺 很好吃啊 YT頻道 厭世甜點店 經常分享許多台灣美食 更會在頻道中 教觀眾 如何製作甜點 充滿實驗精神的他們 這次挑戰用雙面燒烤機 及不同種類的食物 壓出各式各樣的美味餅乾 今天我們就準備大概十幾種的東西 今天這些可憐的受害者 到底能不能成功 那我們買到了可頌的生麵糰 哇這個精緻鐵板 我真的要哭了 這樣放可以嗎 放這邊就好香喔 好我要壓囉 有放屁的聲音 一般烤可頌要多久 二十幾分 要等它長大嘛 啊我們就直接把它壓扁 我們只要扁兩分鐘 好 好 觀眾朋友時間到了 好期待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 跑到上面去 哇喔喔喔喔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耶 很美 又有什麼熨斗啊 阿里亞招藝人家啦 哇哇 哈哈 完美啊 這有什麼好不完美的 觀眾朋友 喔喔喔 好脆喔 我不得不說一句 韓國人是沒有吃過蝴蝶酥喔 我覺得它單吃真的 就是蝴蝶酥啊 就是酥皮 因為它被壓扁沒有空氣感 它的形狀 比我們上次用熨斗好十萬倍 完全就是 韓國那個餅乾 你買來它就長這樣 下面可能再撒一點 你喜歡的蜂糖 或者是蜂蜜 然後一些巧克力 變成一個餅乾 這個可以當就是下午茶 下一個我覺得即將要大難領頭了 就是我們最喜歡的肉桂捲 吃出同門啊 一樣在家樂福買得到 裡面有試入 它的時間一般烤箱要烤四十分鐘 我們三分鐘 我們等一下再壓 至少有點成型 我怕一開始把它壓整個 會變成一堂爛泥 好恐怖喔 你看那油已經溢出來 我還沒壓欸 看一下好了 現在 哇 蔥牛餅 快快快快 不錯啊 要往後一點 對嗎 往後一點 想不到吧 做這個比做甜點還要 氣心 那我們就是要來 一鼓作氣喔 有嗎 有東西出來嗎 有有有 有什麼東西出來嗎 三分鐘已到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 親愛的肉桂捲會變怎麼樣 好 怎麼會有一點 生命的符咒 今天的我都想吃欸 平常都不怎麼有興趣 真真 發現新大陸 很好吃欸 它的肉桂餡變成脆糖欸 它更接近韓國的押粉可頌 因為它比較紮實 而且裡面又有醬 外酥內軟 中間這一層那個肉桂醬 它變成那個肉桂焦糖片 絕比可頌好吃一萬倍 可頌素菜它本身就是一個單純的麵糰 它沒有其他調味 但是這個有肉桂醬 好醬 我們現在給大家挑戰的是 得罪台灣人系列 紅豆餅 來囉 好香喔 有東西流出來嗎 沒有 這邊沒看到 這邊沒東西流出來 來囉 你不要亂叫 滿有藝術感的 很像潑潑山水畫 壓了這麼多 總算來這個不行的啦 哈哈哈哈哈哈 原本喔 那種橙餅餅裡面 紅豆餡是濕潤的嘛 Juicy的 它壓下去是紅豆便氣 超脆的乾 超脆的液 豆香已經完全不見了 壓完甜點啊 接下來是鹹食的範疇 第一個迎面而來是 紅玉航的干貝海鮮水餃 一顆要15塊 爆甜天物啊 觀眾朋友 還是要刷點油 觀眾朋友 他下去就起不來了 觀眾朋友 好好好 事不宜遲 我剛才聽到紅水餃哀號喔 他在哭了 他在哭 救我救我 不要 你為什麼要壓我 來 帥哥幫你們分一下 我加點胡椒 這個很難耶 他切不斷耶 帥哥 過年水餃吃不完 這招學起來好不好 很燙喔 不錯耶 月亮蝦餅耶 蝦子干貝味道還是有 只是水分變得比較少 然後這個真的很適合當小型月亮蝦餅 因為你可以去沾那個 泰式酸辣醬 一定超搭 怎麼樣 泰式酸辣醬 泰式酸辣醬 但它的皮說不上來 對啊 就是有點 有意思 下一個是台灣的在地美味 肉丸 這是炊的還是炊的啊 炊的 炊的 炊的吃起來很像皮涕 又在得罪 得罪某些肉院愛好者 哇裡面還有筍子 哇這肉很大塊耶 要壓六分鐘喔 今天你還會心 荒謬啦 觀眾朋友荒謬 觀眾矚目齁 我也是非常的期待啦 壓扁肉丸 不知道怎麼形容 怎麼啊 我們連醬汁跟香菜都有是怎樣 這是歐巴吃 肉丸的醬可以多一點 誰理你啊 你也要吃自己用 不對 很不對勁 那個肉丸齁 那個肉已經變香腸了 因為它本來就是油炸的 它收乾水片之後 它的皮變得有點刮嘴 就是人家吃海鮮的時候 那種廉價的蝦餅 筍子好像死掉了 醬汁在裡最好吃的是什麼啊 吃那個醬 那幼稚幫我們準備了兩種海鮮 一個是小花枝 一個是大明蝦 我們還特製調了一個麵糊 真的很用心很用心 花枝來了 下囉 很像是蝦子耶 剛才就是 原本的又去壓了兩分鐘 這樣歷時大概五分鐘 它就變脆了耶 喔 感覺整個都不一樣了 很香耶 真的很好吃 第一名 第一名耶 好好吃喔 可以用這種家庭式的方式 還原出這種鮮貝的質感 其實是蠻厲害的耶 就是蝦餅耶 Yummyyummy 大挑戰啊 即將迎來最後的大魔王 最終BOSS 就是我們的明蝦 我覺得中間要多一點 一二三 壓十分鐘嗎 好 好 哇 哇 幹嘛 哇 這邊很好看耶 哇 好好看喔 這是一個拓印耶 對啊 就是應該要這樣啊 這很強耶 我要從哪邊吃啊 你現在吃的是蝦腦對不對 喔 這邊是蝦腦 好好吃喔 林蝦的蝦味爆炸 比花枝好是一萬倍 我們這次壓得很緊 殼真的變成那種酥酥脆脆 可以吃的殼耶 頭好好吃喔 超級蝦的耶 我昨天到底吃了什麼 真的有鮮貝的感覺 好好吃啊 好好吃喔 今天的Yummyyummy比賽呢 我們就先不管可頌了 因為我覺得壓出來 真的跟我們買到那個成品很像 那我們今天從其他選手裡面 挑出三個最後存活在這個賽局裡面的人 第一個呢 就是這個干貝海鮮水餃 收乾之後啊 干貝跟那個蝦子啊 鮮味就留在這個餅裡面 吃起來很像小型的月亮蝦餅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個 肉桂捲 壓出新玩意兒啦 它裡面的肉桂就被壓扁之後啊 變成那種有肉桂味的脆糖片 我覺得就創造出比可頌更好的滋味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最後一個冠軍啊 太厲害了 我們真的神還原 居然可以用家常的一個儀器 做出這個日本流行的這個鮮貝 尤其是明蝦口味 剛剛那個花枝也很好吃 喔 應該是很好吃 我覺得就是海鮮系列 人家果然真的想過 做出來真的蠻好吃的 而且真的海味很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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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